新警院在杭州拱树区费家堂 校区西面外墙外 就是刚造好没多久的武林美术馆 江女士当时介绍 这道围墙里面 原本是400多个平方米的绿化 被改成了车位 而且没有经过审批 之前是我父亲在投诉 今年3月份我投诉了以后 他就说我们要分批的来补种 您父亲投诉 然后接着投诉 对 那你们父亲娘 为什么一定要反应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绿地的规划是 这个绿地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 这块地披下来 哪一个地方是建筑 哪一个地方是马路 哪一个地方是绿化 它是有明文规定的 当时小区花园里 数字几幅一拉宝 上面写着 关于召开业主大会的公告 表决事项期的内容是 根据2020年业主大会通过的 对小区西面不良绿化 及相关地面进行改造的议题 完成对小区已实施的 457.74平米绿地改车位 并复律补律的工程确认 因为他当时是说要把这块 我们那边的有很大一块夹株桃 他说这个夹株桃是有毒的 他想把这个绿化就是优化 就把它弄掉以后重新换一批种 他当时是以这样的一个名号 就是刚才拍的那个绿化的改造 结果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女士认为在当年的这个议题中 没有公开说要把绿化改成车位 这是在偷换概念 当时称管中队的金队长帮忙联系了小区第二届业委会的一位省委员 第一届业委会他们在工作上面 他们因为不是太了解这些程序和这些东西 他们做改造的时候 他没有在这个议题上面做了很明确的规划 当时这个议题在小区业主大会至少是80%以上通过的 同意的到底是绿化改车位还是更换那个甲族桃数 绿化改造 议题当时还包括整个小区的车位 也就是统一规划 报道播出后新警院第一届业委会的成员王大博联系我们 说是有些事情得出面澄清一下 下面504个 上面公共5号的车位是19个 我们小区1416户人家 当时车子不多可以满足 到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满路两个全部车子停满 我们小区曾经发生三次大的火灾 就才进不来 王大博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 是小区2020年业主大会公告 公告中列出了七项表决事项 其中第三项是 是否同意对小区西面不良绿化及相关地面进行改造 就是这个停车事情要进行处理叫地面改造 我们当时提的就是地面改造 地面改造 不仅仅是绿化 就是这个停车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了 就是地面改造 这是一个事情 那么贴在那个门口一个宣传栏里面 很大的值 后来呢进行了这个什么投票 就是业主代表大会投票 那么好像是百分之八九十的都通过了 通过了 然后呢我们招手处理这个事情的 那但是为什么不去审批一下 这个呢当时我们请示过社区的 社区它说 绿化呢 是按照当时的它的这个情况 它是不管怎么样都审批不出来的 我们去那个社区呢 它讲你们呢 它是怎么说呢 当时具体不是原话啊 那就是眼睛大致记不了 它是原话 社区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做嘛 好意思 他们不那个就是 可能是统立的 说明了当年的情况后 王大伯说 他要指出 蒋女士存在的两个问题 第一 她不是我们小区的人 不是小区的业主 那么另外呢 我听了之前呢 她说这里有四百多个平方的 绿化比破坏了 我不能否定的 我们正经弄掉的这些 这场重生的地方 那么具体的这桃数 好像是多少颗呢 全部加起来 大概五十七颗 当时实施这个事情 是我这草处的 我经过两个月 把这黑面全部弄掉 都是我一个人在弄的 您也是没那么多 我是执行者 大的有多少平方呢 大的 不会超过一百个平方 问题是你们公司上 也写的是四百五十几点 这个是那个地面 那个整支 包括这个 那个车道整支 那这是涉及到的 另外一段面积 不会超过一百个平方 我是讲话 要讲女人 主要在这两点了 对 记者当场联系了蒋女士 她说自己在外面 一时赶不回来 我是业主女儿呀 我爸爸身体很差的呀 三年搞下来 她已经基本上不出房门了呀 我怎么不是业主啊 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我不是业主啊 还有什么吗 业主 那个女儿就是业主嘛 那业主怎么 这个条件是怎么困定的 您的意思业主 是要房产证上有名字的 我不知道 你认为业主 那个讲你是房产人 他们要负责任的 那房产证上 有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 我付我的名字 他们如果不担心 我爸爸过来情绪激动了 如果有什么 医疗上的问题 他们120准备好 可以的呀 我爸爸可以来的呀 蒋女士说 三年前 父亲作为业主 向有关部门 反映了绿化 擅自改成车位的问题 他接力父亲 继续投诉 有何不可 到底绿化是 涉及到多少面积 457 这个不是我定义的 好吗 那王老师说 这457是包括原来的地面 什么的都在里面了 怎么可能 你去问绿化办呀 绿化办自己来量的呀 又不是我量的了 这样的 我有这个权利吗 你这么可爱了 我一个普通公民 我有这个权利说吗 你觉得呢 行 那我们去绿化办核实一下 去绿化办直接问好了 你问绿化办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情 他们审批 之前就没有审批 他们当时是说 要把绿化优化 把这个杂筑号 弄掉以后 改种别的树的 他们是以这样的名义 发通告 让全体业主投票的 可以你改吧 改了以后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这个事情 如果我讲的是假的 我愿意负法律责任的 江女士反映 三年前 在没有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杭州新警院想区 有400多平米的绿化 被改成了机动车博位 第一届业委会的 成员王大博说 涉及到的最多 只有100多个平方的绿化 那么到底谁的说法 更准确呢 新警院第二届业委会 也就是县业委会的审委员 当场联系了杭州拱树区 住建局绿化办的一位 如姓工作人员 这个原来不是区 姓坊局一个协调会的 定下的基调 就是原地负率 要影响核心稳定 建议我们是异地补众和 补办手续了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很确认的 对反正那个嘛 原文局后来不是也协调了吗 他就是说你们在 其他部门确认的情况 下然后去补办手续嘛 我记得是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补众多少面积 我这边我记不出 因为我没有你们的具体的准确的图纸 验收不是我们的 我当时只是从我调来的图纸扫描 我附到CED上面去 我自己量了一下 大概是400多个平方 我记得 但是占补这个事情一提到 就是说你补率这个情形 是要原文局审查过 这个补率方案 他同意了你再去补 不然补了 补了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你不是说他没同意你 你这边就去补掉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情况 记者赶到了杭州拱树区住建局 绿化办的周副主任出面作答 这个东西原来是绿化 原来是绿化 现在你改成车位了 这就是一个涉率的一个审批 违法的一个行为 就是没有来审批过 对啊 这个审批不是在我区里 是市里面文 不在我区里 我区里没这个权限 那他们也没去市里审批 我们之前是沟通过的 没有 没有 有希望补办下来吗 补办的话 因为现在已经转执法了 那么应该执法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此前承管执法局 已经给小区议委会 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补办相关手续 停止违法行为 就前一任议委会 虽然是办了一件事情 我们首先 不管他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至少他的一个程序是不可法 我这里说最不好听的 如果说执法部门很粗暴 那我们对全体业主进行处罚的话 处罚所有的业主要去承担这个损失 当时金队长介绍 相关手续并没有补办下来 我们是属地的绿化主管部门 那么对属地的这些绿化出现的一些违法的一些行为 我们有一个监管的一个智能 那么对刚刚说的 我们就是说在之前发现它确实一个违法的行为 我们依依依法的转执法局要求进行查处 这个是我的职权 那么至于说这个东西怎么处罚下去呢 这个是城管执法局的 那设计的面积到底都是 我跟你说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量的事情 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不管你是一个平方也好 一百个平方也好 都是一样的 绿化办周副主任强调的是 哪怕只有一个平方的绿化 被擅自变更都是违法行为 绿化办的工作人员 也具体介绍了当时调查的情况 那么我们先把原文局的核验的这个图调出来 去现场去比对一下 看一下这里多这里少 然后我们大致量了一下 它现场的现状的这个宽度 然后这个图我扫描到电脑里 然后根据因为这个扫描到电脑里的图 和现场的比对了一下 大概相差了多少 但是这个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我们量的精准度 再一个我导入到电脑里面去 我是拍照片导进去的 这个也不是用了它的原图 这个也有个误差 这两边有个误差 所以会导致这个面积是不准的 只能说大致说有这么一个数字 那大致的数字是多少 大致的数字我时间长记不清 大概400方左右 我记得印象一下 这个400方是指净减少 目前的情况是 如果简单的要求小区负率 可能会遭到多数业主的反对 但如果默认继承违法事实 有关部门又担心 别的小区会有样学样 至于异地补重的方案 还需要经过杭州市原文局的批复 记者了解到目前原文局还没有给出批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